又傳出有外來魚種入侵的情況 就有民眾在臺中西屯的文修公園生態池 他們釣到一尾大概是五十公分 來自南美亞馬遜河的紅銀板 因為他的牙齒是長得像人的牙齒 而聲明大噪 專家就懷疑可能是業者引進來觀賞 後來因為長太大就氣氧了 這也對生態造全影響 從水族鄉裡撈出這個大家伙 老闆可是花了不小力氣 因為大魚的體長就有五十公分 放到另外一個水箱 除了長相看起來有點嚇人 牙齒也很特別 一翻開嘴唇 整排的牙齒看起來就像人類的牙齒 看起來很凶猛 就像電影裡面的食人魚 有民眾在臺中市市區的文修公園 釣到這種大魚下了一大跳 原來這種魚叫做紅銀板 原產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流域 曾經傳出有攻擊人類的紀錄 因此引起注意 專家表示 紅銀板引進臺灣原本是要做觀賞魚 不過長得太快加上繁殖力強 重量最多可以達到二十五公斤 研判可能是被棄養 學者說臺灣的外來物種越來越多 對生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學者表示現在外來物種除了保育類或是疾病檢疫之外 要引進並不是一件難事 不過擠壓到原生物種的生態空間 專家希望可以證實這種問題 接著林建生 彭煥群 臺中報導